黃色暴雨警告生效 多區的天氣下午開始轉圍 其中幸花村再次橫風橫雨 望向對岸白茫茫一片 天文台下午1點發出黃雨警告 某本港廣泛地區已經錄得或預料 會有每小時的雨量超過30毫米大雨 遠勢可能會持續 部分低瓦地大等可能會出現水浸 提升市民要遠離河道 並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 風暴下當局收到最少67宗嵌樹 兩宗水浸和一宗山梨傾石報告 5人受傷